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少得到了李泽楷的支持 梁洛诗这次也是在里面扮演女一号 同时也是一部警匪片 所以动作戏应该是比较多的 梁洛诗此前也晒出了自己的健身照片 并且说让付出的汗水不被辜负 近日梁洛诗高调晒出了一张素颜上街买水果的镜照 梁洛诗在香港娱乐圈也算是顶级的女明星了 很多女明星都有偶像包袱 她们都是一起床就得化妆的 哪怕是在家里也得化妆 更别说素颜上街了 可是看到梁洛诗如今的状态真的让人感叹 这个20岁就当母亲的女人 如今真的看透了人生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 梁洛诗现在真的是明白人生的真谛 活得非常洒脱 任何的包袱都没有了 梁洛诗这段时间一直忙着拍电影 如今她拍电影不是为了钱 更不是为了名利 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为了自己的价值而已 梁洛诗说自己出来拍电影 是想证明给三个儿子看 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母亲 梁洛诗说儿子们也一直鼓励她出来拍戏 其实梁洛诗的做人态度 还是非常让人欣赏的 梁洛诗跟李泽凯在2012年分手 两个人如今已经分手10年 分手之后 梁洛诗并没有刻意回避李泽凯 也没有后悔分手 梁洛诗如今带着三个儿子回到香港 他也是大大方方 住在李泽凯安排的别墅里面 儿子学校有活动 梁洛诗也跟李泽凯一起出席 两个人也见了面 就跟老朋友一样 梁洛诗也没有表现出尴尬 一直是非常淡定跟李泽凯相处 这种宠辱不惊的态度 也证明了梁洛诗无欲无求的人生态度 梁洛诗如果有所求 那么他就无法自信平等跟李泽凯相处 很多人一直不明白 梁洛诗为何不跟李泽凯复合 很多人可能都觉得 当豪门太太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可是事实上 梁洛诗如今也是看透了 豪门太太也不过就是如此 生活条件好一些 但是没有自由可言 梁洛诗如今自己无拘无束 想拍电影就拍电影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梁洛诗也不在乎外人对他的看法 很多人认为梁洛诗一直不结婚 就是为了绑住三个儿子 以此来绑住李家的家产 不过梁洛诗也从来不解释什么 梁洛诗一个人在加拿大 跟三个儿子生活了十年 寒心如苦养大了三个儿子 跟李泽凯在一起 并且为他生三个儿子 这是梁洛诗自己选择的 他无怨无悔 梁洛诗2018年曾经在内地参加了一次综艺节目 当时他在节目上的一句话 特别可以表达他的心声 他说我就是选择了就不会后悔的梁洛诗 梁洛诗的人生态度让人欣赏 梁洛诗这次参演的电影是林超贤的大制作 而且是一部警匪片 拍摄可以说是非常辛苦 而且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 梁洛诗也一直在健身 梁洛诗在网上说 明天的你一定会感谢如今努力的自己 梁洛诗其实可以不用如此辛苦 他即使不干什么 李自凯也会给他支付足够的赡养费 让他跟三个儿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梁洛诗才三十多岁 他的儿子开始长大了 他得让儿子明白 人生到底应该怎么选择 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梁洛诗出来拍戏了 他要追回那个曾经的自己 当年如果梁洛诗不是跟李泽凯在一起 那么他可能早就是影后了 早就是飞升国际的大明星了 如今娱乐圈已经改变了 梁洛诗现在出来 还得重新跟那些年轻人去竞争 在滴炉箱中 梁洛诗就是出演了一个配角 而不是出演主角 其实想一想 梁洛诗的人生可以走到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其实说到梁洛诗 很多人一定好奇 他跟李泽凯为何没有结婚 两个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2008年两个人因为杨子琼介绍而认识 李泽凯还出资为梁洛诗跟英皇打官司 当年是轰动了香港 一年之后梁洛诗为李泽凯生了第一个儿子 之后他又为李泽凯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可是梁洛诗之后不仅仅没有顺利嫁入李家 反而是跟李泽凯和平分手了 随后梁洛诗带着三个儿子去加拿大生活 直到近年他才回到香港 关于梁洛诗跟李泽凯没有结婚的理由 有人说是因为李嘉诚不同意 也有人说是梁洛诗主动放弃 李泽凯一生风流 在认识梁洛诗前后 女朋友也没有断过 李泽凯的风流史也堪称是一部大戏 有人说李泽凯是不婚主义者 可是这个事情也没有证据 毕竟李泽凯自己没有说过这个事情 有一个说法就是李嘉诚看不上梁洛诗 当年李泽凯是坚持要娶梁洛诗的 可是李嘉诚不同意 其实这个说法也不靠谱 那个时候李泽凯已经四十多岁了 李嘉诚自然希望李泽凯可以结婚 至于跟谁结婚 以李嘉诚的性格其实不会过多去过问 虽然梁洛诗出身很低 但是李嘉诚的大儿媳妇王复兴 也是出身普通家庭 李嘉诚并不是一个贤品爱富的人 当时还有一些传言 梁洛诗跟哪个富豪有什么事情 可是这些都是传言而已 既然李泽凯不在乎 李嘉诚更不会在乎 再看梁洛诗的性格跟人品 这么多年来他虽然离开了李泽凯 但是一直是过着非常朴素低调的生活 身边也没有其他男人出现 他也把自己的经历放在照顾三个儿子上面 作为一个妻子或者是作为一个母亲 梁洛诗基本上都是可以达标的 所以说李嘉诚不同意梁洛诗入门 这似乎是无稽之谈 不过近日有媒体曝光 梁洛诗李泽凯一速复合了 事情的起因是梁洛诗在晒出了一组游艇照 下面还发文 母亲节快乐 配了三个头像加上爱心和鲜花 他用三个头像暗指三个儿子 爱心指的是李泽凯 鲜花就是指收到鲜花礼物的自己 向外界展示一家五口大团圆 在一起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光 从梁洛诗发的动态可以看出 他一次和李泽凯复合了 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父爱和母爱的 他们复合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对孩子的成长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和梁洛诗分熟后 李泽凯和港姐郭家文交往了五年 从去年开始 港媒就称郭家文成为他的过去世 接着又和大马女神林轩瑜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对于这些他都没有正面回应 从当前的形式来看 不管郭家文还是林轩瑜都是替代品 以泽凯心中最在意的就是梁洛诗 尤其和林轩瑜的绯闻就是一个烟雾蛋 用来混淆大家的视线 掩饰自己和梁洛诗复合的情况 给他们母子四人留一个宁静的生活环境 有了梁洛诗生的三个儿子 李泽凯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 很重视三个儿子的教育 让他们从加拿大返岗享受顶级教育 在他的眼中 把三个儿子当成接班人来对待 只有儿子们能成为优秀的人才 李家的未来才能更加繁荣昌盛 随着年龄的增加 李泽凯越来越重视家庭 为了儿子和梁洛诗复合的可能性很大 曾经的梁洛诗是桀骜不驯 向往自由的 经过岁月的洗礼 他身上的棱角已经被磨平了 成为一位柔和善解人意的妈妈 并开始吃醋 心态变得很平和 对于梁洛诗来说 和李泽凯复不复合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只要他不和别人结婚 就可以手握三子的抚养权 那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李泽凯在商界打拼几十年 积累了不菲的财富 最后这些财富 他都会留给梁洛诗生的三个儿子的 所以说他一生都在为梁洛诗母子四人打工的 为了梁洛诗三儿子的利益最大化 李泽凯一直没有和别人结婚 梁洛诗和他分手后也是维持单身的状态 在两人心目中还是有彼此的 当年两人可能并不是真的想分开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却没能一起走下去 对于彼此来说都是一大遗憾 如今机会就在眼前 他们怎么会不珍惜呢 最后祝愿梁洛诗和李泽凯能真的复合 给三个儿子一个完整的家 让三个儿子在父爱和母爱的包围下成长 这是物质条件无法替代的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富贵的人 在孩子面前都会放下身份地位 成为普通的父母 希望把全部的爱留给孩子 见证孩子成长道路上的每个脚印 一入豪门深似海 豪门规矩多 普通女人想嫁进豪门是很难的 和物质条件比起来 自由对于女人来说更重要 不要去做豪门牢笼里的金丝雀 没有自由的生活是不会幸福的 一个女人要具备及时止损的勇气 不过当爱情来临时也不要放弃 只有抓住机会 才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